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剪過之後就對了 才怪啊 這是完全不需要整的臉喔 OK 妳真的每個地方都整過了耶 有嗎 妳看妳臉部抽紙花掉了六萬元 然後抽眼袋花掉了兩萬五 然後妳龍鼻 對啊 妳怎麼整完眼袋又出來 不曉得啊 今天不好意思啊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照片 削臉十四萬耶 蛤 這我成比較久 就是來看有大家打工打好久之後才去整的 雙眼皮又割又縫 不是喔 是 那為什麼現在還看不見啊 妳好可憐 我不知道妳挨了這麼多刀耶 不是啊 那妳到底整了多少地方 我沒有整啊 那這張照片是什麼 這個是 示意圖是不是 對 妳想是 就跟算命的人有痣在那邊 然後就是什麼意思這一類的 妳知不知道整型現在是最流行的一件事情啊 對啊 男生女生都要做啊 反正新年新希望就是 今天我們要優惠一下我們的觀眾 那一共來了幾位競爭的申請者 他們希望能夠得到一次免費整型的機會 然後這張圖表呢是 所以我們列出來臉部可以整的地方 不一定啊 說不定有人告訴我們還有別人可以整 那誰告訴我們 只有醫生啊 我們今天有三位評審 第一位我們歡迎許永康醫師 歡迎許醫生 謝謝 各位觀眾大家好 除了許醫生之外 今天另外一個評審非常惹人厭 我們歡迎白星惠 為什麼 妳今天白星惠的人厭吧 為什麼 她也不需要這個整型啊 對啊 妳那麼漂亮 妳來這邊幹什麼 來看好戲的吧 等一下 今天主題很符合我啊 妳臉部有什麼要整的嗎 我臉就是 大家都知道我就是 肉到一個不行啊 那我注射上不要問 妳幫她長臉還說自己肉 什麼都沒有 妳頭身了還想怎樣啊妳 哪有啊 我大概穿10公分高跟鞋才可以10公分 妳出來 妳出來 妳這樣還沒有石頭身嗎 妳還沒 沒有啦 妳是九頭包吧妳 妳穿九頭包 八長的也不像妳一場八長的 妳不要亂搞 還有啊 漂亮啊 有嗎 Model也走個台步來看看 妳不要她走台步 她前陣子出事了 大狀況 真的要走光喔 那個新聞妳還想瞞住多少人 不是 因為那個衣服 其實我們一開始fitting的時候 是很合的 然後我們也都不覺得說 她會走光任何事情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rehearsal 我們彩排的時候 我就這樣走出去 我有覺得好像 有一點點危險 對 可是我就一下台 我馬上問我們工作的人 就所有在台下看 我說 剛剛有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大家說沒有很好很漂亮啊 她那衣服是怎麼樣 是V0嗎 就是V0 可是這邊是這樣子 挖空整個挖背的 妳當時是不是擺了一個 很容易側身過來的姿勢是不是 因為我走 我就是整個就是這樣子 就是比較用力 這樣子動作 要側 對 我就是側身的時候 我是比較用力這樣轉的 結果沒有想到 就把它甩斷 就它轉的時候 衣服沒有跟著轉 沒有跟著 有 衣服轉得比我更厲害 我知道從立向 妳一轉衣服往那 然後妳的胸部往前 沒錯 結果是整部飛出來 整部啊 整部 太明確了那個 而且我覺得最怪異 就只有水果報紙 拍到 其他全部都沒有拍到 所以我就說 他們真的是很專業 很納門 那妳還好 我看妳還滿坦然的 沒有 然後我那時候心想的時候 可能就是只有一點點露出來 然後第二天我看到報紙的時候 我整個 嚇到 我們全家靜默五秒鐘 真的 然後我就 好醜 整部飛出來 那那份報紙有沒有留下來做紀念 我毀屍滅肌 那那個胸部的型拍出來怎麼樣 還不錯 我覺得滿不錯的 真的嗎 還是需要這個 我們現在有不同的尺寸喔 可以選 我聽說過心會想要整胸耶 我非常想 可是我覺得很好笑 那一份 妳不要這樣揉捏好不好 我想摸牠的觸感 這被這個打到應該很痛吧 對啊 好 我們今天還會拼成是大餅 大餅沒有被要求過整體 我自己有想過要整 哪裡 小腿 小腿 小腿怎麼了 因為我的小腿 我小腿極度壯 我小腿很驚人 你要給徐醫生看嗎 我剛剛看過了 我看 沒關係 再看 哇 怎麼會這樣子啊 而且全部都是肌肉 這就是傳說中的蘿蔔腿嗎 真的很驚人耶 那我以前 你跳芭蕾的 不用彈這種音樂吧 老師 其實你可以在蘿蔔腿界當大哥 好驚人喔 因為芭蕾舞跟騎自行車 使得他變成這樣 那這樣有沒有讓你有一種肌肉的感覺 好驚人喔 許醫師 我之前聽到那個 就幫我做臉的小姐 她跟我講一個很恐怖的故事 她說她有一個客人非常曖昧 然後什麼整形都去弄 有一次她竟然去把小腿肌肉拿掉 有 很恐怖耶 在一兩年前曾經有國內的一些整形醫生 她常試著就是說 把後面的肌肉剝掉一些 但是這個有個缺點 第一個她傷口也蠻大的 第二個 有時候你如果說手術過當的話 會造成她行走上的困難 對 後來她的小腿要動的話 就是要把肌肉拿掉嗎 原則上現在有一個好的方法 就是打肉毒桿菌 什麼什麼 真的 對 但是那個時間沒有那麼快 她不會 她是慢慢來的 會自然萎縮 對 她會萎縮 我打在這我要萎縮的肌肉上面 我分次打 打了經過半年一年之後 她慢慢就會萎縮下來 而且阿雅上次打到臉整個都僵掉了 對 她們就 從頭到尾一直在擺瓜哥 搞笑的表現這樣 我覺得我每次出來 都是給大家做那種反面的提醒 對不對 所以肉毒桿菌可以消去 對 還好是可以 OK 好 評審請回座 我們今天那個任務就是要選一下 申請者 所以今天呢 只要被我們選出來那一位 那個徐醫師 你是不是在節目上答應 不管那一位 他想要做什麼臉部的整形 你都願意幫他做 對 只要在核安全的範圍下 我們都會幫他在最安全的環境 就手術方式 然後徐醫生你今天 你今天在選人的時候 並不會出於 你為了節省你的費用 你就選一個最便宜的來做 不會的 因為其實整形手術 整個材料的方面 他的費用佔的比例是相當低的 最主要是技術 那個時間 那你也不會嘲笑我們選出來那個人 對不對 就是他去你的診所的時候 不會 那幹嘛 先笑完再把他動起來 你怎麼會長這樣啊 你學生這次沒有收費 會不會心裡不高興 就一直上來去說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這都是很小的事情 今天到底誰有機會改頭換面 獲得整形大改造的機會呢 好 我們先看第一位了 來 我們看一下一號 翁偉銘 是個男生耶 一號就是個男生 你有什麼事嗎 沒有 怎麼了 你走錯誤了吧 就是鼻子 鼻子有問題 因為我鼻子這邊有就是斷掉過 有嗎 為什麼會斷掉 就是因為小時候在玩的時候 這邊有個疤 你過來面對著阿雅站 然後開側疤 側面有嗎 你的疤反而增加了你的男子氣 到底是正面比較明顯 還是側面比較明顯 這邊 他的疤在這邊 哪裡有 這裡 你到徐醫生面前去給他看 對 去給三位那個評審看一下 我有什麼關係啊 歐偉銘 他本來就是沒有很 就是沒有很挺 可是他之前就打過很多 所以他這邊就是 好 翁同學回到原位去吧 好 翁同學回到原位去吧 現在就是凹進去 翁同學我覺得你應該是要增高吧 怎麼能增高 這都沒有辦法增高啊 增高就是多喝點牛奶 都律動啊 等一下 他比較像是要演 蝙蝠家裡的那個小丑 他的笑容一直都捲得很大耶 就是因為會愛笑 所以很多同學就說 我鼻子很像麵包超人 不像啊 不像 你幹嘛笑成這樣 你不用故意揍 沒有 就是很愛笑就會變這樣 翁同學的鼻子很挺啊 而且你的那個 就是這邊那個洞 你用MAC的MC40 你就可以蓋住了 你不需要去整形 可是就想要把它完美 而且我這邊的鼻子 這邊的那個寬度很窄 哪會 你鼻子長得很漂亮好不好 你這樣抬起來拍的話 我這邊就會很窄 可是什麼鼻子 誰要看你會啊 超會導演叫你對鏡頭要跳 對嗎 而且翁同學沒有 翁同學 就是從側面拍的話 就是很 就是比較扁 從側面拍就更窄 你跟他一起舉起來 我看誰的比較不窄 沒有 我的鼻子滿挺的 對啊 你看 沒有 可是小明星下 1 2 3 差不多啦 沒有差很多啊 而且翁同學 真的很沒有人會看到你那邊 因為大家都比你高 你很壞啊 我沒講到 你上面這個顏色 事實上靠龍鼻是沒有辦法改善的 那第二點 你的問題主要是在於鼻頭 你覺得你的鼻頭比較塌下來 我剛剛側面看 這邊鼻頭他覺得比較塌下來 他鼻頭又塌嗎 鼻翼看起來會比較寬 因為這邊比較窄 我這邊很窄 那可以 徐醫生的建議是什麼 如果他認為說 做龍鼻可以改善上面這個的話 我想這是沒有意義的 如果他認為說 做龍鼻想要改善鼻頭 讓鼻頭比較堅挺一點 讓鼻翼窄一點的話 這是有意義的 那這個鼻子呢 通常是要這個鼻膜 是從鼻孔裡面放進去 我們會是這樣子放的 這樣子放 它距離很遙遠耶 對 但是這個東西都要修 那傷口很小 在鼻孔裡面 大概0.5公分左右 是不是整個過程 就很短的時間就可以完成了 大概20分鐘左右就可以完成了 那你中間放進去之後 他的原來的鼻子 跟那個中間的空隙要怎麼辦 所以這必須要修這個東西 要能夠完全 我們直接貼在骨頭上面 不能塞東西在中間嗎 不行 如果你有塞東西在中間的話 你要塞什麼巧克力啊 比較容易拿紅豆餡 紅豆餡 變車輪餅 等一下 完蛋了 你啟發他的想像力 他現在開始想像自己的 所以你看 這個傷口實際上 我同學有點過於活潑 龍鼻起來是完全不會改善的 但是龍鼻 主要是可以改善鼻頭這一部分 他挺出來 他的鼻翼看起來就會比較窄 真的耶 那為什麼我同學有些龍 他就是 他這邊可以龍到 就是左眼看不到右眼 就是這一根 誰在左眼看得到右眼 真的外國人的鼻子就是 挺到他左眼看不到右眼 對啊 我也是啊 誰在這樣 他可以龍到就是很挺 他應該龍到 別人都看不到他的左眼看 對啊 這要完全要配合你的耳骨 還有你的臉部這個骨頭的比例 比例 還有深淺 向宇先生他的比例上 比較明顯有落差 他可以 外國人呢 他可以龍得比較高 假設我們東方人不是落差很大 你龍得太高的話 看起來就會非常非常老氣 對啊 看起來就不對 那個比例完全不對 你有在故意加雙眼皮嗎 你在幹什麼 我本來就有雙眼皮 他會跟你強調一下 而且剛好哥 你要知道 像他鼻子已經這麼挺了 如果他在整那麼高 他會有西曬的問題 就是說太陽從這邊曬的時候 這個也有什麼樣子 閃光你知道嗎 對啊 你會永遠一邊黑一邊 我問許 我問許先生 如果翁童議今天不是要跟別人競爭 他這樣走進你的診所 說他龍鼻是可接受的嗎 我會聽他想要整形的原因 例如說像偉銘說 你說我想把這個疤痕 因為我受過上次 我想龍鼻 那我會告訴你 那是沒有用的 龍鼻對你完全沒有效果 所以你說 我鼻頭我想讓它挺一點 想讓鼻翼看起來窄一點 不會那麼寬 那我當然可以幫你整形 我覺得偉銘你就修個眉毛 然後就是 我不修偏幅 所以就是 不修偏幅 好 我同學先回原位置 對 我還是要帶個法寶 我要帶個法寶 什麼法寶 就是我為了整形 然後為自己做很多努力 所以你要有加奔團是不是 對 這是什麼 為了龍鼻 參賽者到底使出了什麼殺手劍 他能因此蓋頭換面嗎 就是我為了整形 然後為自己做很多努力 所以你要有加奔團是不是 對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這是我自己做的 就是 就是之前我去應徵很多工作 然後因為我生一場大病 然後就是為了存這個鼻子 你生了一場大病 對 就是食道 結果你存錢是為了鼻子 對 這是什麼邏輯 不是啊 我為了存錢 然後為了做這個努力 就併我 這是我自己做的 我沒過理想 整鼻子你應該做鼻環 做耳環要幹嘛 這是為了賺錢用的 不是 這個很配我今天穿的衣服 這個也可以給我用 這本來是想送你的嘛 這個好適合你喔 對啊 這今天本來要戴 可是搶到你的風頭了 沒關係 你戴了 不行 不要客氣 所以你要講話我們說 你為了要整鼻 做了這麼多苦工的意思 這個徐醫生會 這有加分嗎 沒有 因為就是少年啊 年少啊 就是少年年少 這樣嗎 這個我們等一下到後台 去給你選購一下 所以請問你到底賺到錢沒有 就是存了一萬塊 正常的龍鼻的那個 大概需要的費用 大概三萬塊左右 好猛喔 你還不夠啊 所以要來上節目 所以如果今天得到就會那個嘛 不過 翁同學你知道最早出場 通常是戰鬥力最弱 對啊 加油啦 你大概被認為沒有什麼值得獲 算啦 如果你等一下沒有被選中 你就這個賣我們貴一點 這不賣我五千好了 OK 那我不會買 不是 我覺得龍鼻學其實蠻應該高興的是說 我們都覺得你很帥 對 我們一直覺得你不用 因為你長得很可愛 這樣有高興到嗎 他還是很失落 蛤 就是要整就對了 徐醫生那個鼻子值得做對不對 就是以他個人的期望來講 是可以考慮 好 那他那個巴要怎麼辦 如果他不喜歡 巴的話通常我們可以用雷射 或者用一些玻尿酸來填充這樣子 可是遮瑕膏還要化妝啊 可是我聽說雷射有時候會越來越深耶 那雷射要看它的原因 然後雷射需要一段時間的照顧 那例如說它是有凹陷下去的巴 你光用雷射 即使顏色是一樣 可是因為有高低差 所以看起來還是有顏色的色差 所以應該把它填平 他不一定會馬上就被淘汰 因為說不定下一位沒有他那麼厲害 對啊 來 我們歡迎下一位喔 來 我們來歡迎2號 袁佳景 是學生22歲 佳景你很可愛啊 為什麼在這裡啊 對啊 又很會打扮 可是我鼻子等他 來 可不可以側面讓我們看一下 這邊 來來 過來過來 怎麼做人想要弄鼻子 怎麼做人想要弄鼻子 你對著阿雅這樣齁 鼻子 它觸發得比較晚 你是希望這邊可以高一點 什麼叫觸發得比較晚 誰觸發得比較晚 誰觸發得比較晚 他的鼻樑觸發得比較晚 他的鼻樑觸發得比較晚 三根的地方比較低下來 這邊根本是完全平的 這邊根本是完全平的 所以你是左眼跟右眼 互相看得到的那種 先看到睫毛的那種 你們這邊都有嗎 你們這邊都有嗎 有 就這個地方 我有一點 就是整個鼻子的最高點那個地方 哎呀 你不要亂弄啊 沒有啊 就是 我還滿適合的齁 所以他 而且他鼻頭比較高 他真的有改進的空間對不對 有啊 而且我以前會被人家笑的鼻子像雞皮骨 誰啊 有 同學 然後就是 其實真的有點像 你看嚴肅肌 對 我那天買嚴肅肌的時候 然後我同學就看到 要拿雞皮骨 同學就轉過來說 加緊你的鼻子好像雞皮骨 可是你的鼻頭啊 的部分 從看向來講 你應該是屬於可以 將來可以有才的 對啊 對不對 所以整會改變鼻頭嗎 會啊 會啊 鼻頭會比較飽滿 也會比較挺出來 但是不會那麼圓 它反而會比較堅挺一點 其實加緊的鼻子 跟偉銘鼻子 鼻頭差不多 但是加緊的鼻子 它這邊 鼻樑不夠 我們要鼻樑和人 對 整個好像突然滑下來一樣 對 徐醫師我聽說最近那個 整鼻子有一種新的方法 就是從耳朵的 拿骨頭出來 墊在這邊 其實那不是新的方法 那是因為很多人 整鼻子之後呢 他怕那個 放進去的人工鼻骨 力量太大彈出來 彈出來 對 所以他必須要取一個軟骨 還墊在中間 讓整個行為更好 彈出來是怎麼回事 對 一隻彈出來是怎麼回事 因為像有些人 他要求我們鼻樑做得很挺 結果那你 因為他鼻子比較薄 組織比較薄 那力量不夠 沒辦法支撐這個東西 所以你可以看到亮亮的 甚至白白的亮亮的 幾乎要破皮而出 那很好笑 好笑喔 破皮而出的鼻底 就是我看過鼻端白白的 然後就是因為 幾乎就撐得太外面 來 翁同學 你自己過來看一下 那跟他講話的人一定很緊張吧 一直覺得快被彈到 你看看他是不是比你值得整 來 你摸摸 你看他的比較便宜 沒有 都一樣的 他真的比起來比較 而且他這裡有 他有這裡 沒有這裡真的比較慘 真的喔 你沒有這裡是戴眼睛滑下來 你看他沒有耶 哪有啊 好我想問 而且佳景你是不是戴眼鏡 都會像蔡龜娘就滑到下面 滑下來滑到這邊 對 我還沒講就是 戴眼鏡超痛苦 對啊 就是超痛苦一直掉下來 而且這邊又有亮眼 戴眼鏡啊 戴眼鏡怎麼辦 你不能每天用戴眼鏡 你不能每天用戴眼鏡 戴眼鏡會滑下來不方便 戴眼鏡就OK啊 戴眼鏡呢 對 沒錯 戴眼鏡不用戴 為什麼 現在台灣還沒有那麼熱 可是說八道是八道 這兩個人都很有型 竟然跑來整個 對啊 有型還要更有型 沒有 連我爸都希望我去弄鼻 真的喔 對 他我爸 親爸 我們聽懂了 有沒有說是乾爹不起裝什麼 對 所以他 你叫我反過來 乾爹應該是直接幫他 他這個案例是最典型的要求 要墊鼻子的嘛 而且現在我發現 整鼻子的消費者非常非常多 男生女生都很多 平均一般啦 一般診所的話 不是特別哪一個診所 一天大概五六個以上都是正常的 可是有沒有 對 請問有沒有你這個鼻子 有帶給你不快樂過嗎 真的 你好像還滿開朗的樣子 對啊 沒有啊 就是跟之前男朋友分手 就說那你現在女朋友長怎樣 然後他講說 就也還不錯啊 然後可是鼻子比你高 怎麼那麼壞啊 幹嘛要補這一句 對啊 我也不知道 那你後來有去確認過 他真的新女友的鼻子比你高嗎 沒有 不想看 因為應該真的是比他高吧 只有鼻子高 他應該還滿難的 對啊 三位評審你們 我們要淘汰掉這兩位中的一位 被淘汰的那一位 他的簾子就會降下來了 請你們寫下來 你們要淘汰掉哪一號 同樣是想整鼻子的兩位參賽者 究竟誰又迫切得需要改頭換面呢 好 翁童姐 拜拜 拜拜 好可愛喔 真的 拜拜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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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滿可愛的 應該是來露臉了吧 因為 來 我們來看一下 三號同學 屁龍 這一位相貌端正的熟男 究竟最想改造的部位是哪裡 他會因此變成大帥哥嗎 廷龍 廷龍先生 你好 你好 你是從事 真的沒有工作 OK 那你想要做什麼 眼睛這方面 怎麼了 都讓人家看起來 我都沒什麼精神 你是沒什麼精神 對啊 你是不是剛剛喝了酒才來的 妳應該是 妳現在是很有精神的狀態嗎 跟妳的髮型也有關係耶 那我們喊1 2 3 妳要對著攝影機 用力睜開妳的眼睛喔 1 2 3 睜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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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不是瘦眉頭 沒有在睜開 對啊 妳睜開 有些我可以幫妳忙嗎 妳要這樣子睜開 妳眉毛會彈起來嗎 她不但不會睜眼睛 她眼神還沒有焦距呢 是妳常常被人家講眉精神的 妳要把眼睛變大 可是沒有人說妳長得很像500嗎 沒有 我覺得她是660 我覺得她長得像那個 北斗神犬 有根本的辦法 其實古怪還滿有型的啊 對啊 這樣會覺得眼睛需要弄大嗎 可是我覺得不是眼睛耶 妳覺得是哪裡 我覺得是這裡 其實太凹了吧 我覺得看到會怕 這我也想整個瘋甲 瘋甲 可以 妳今天想要做哪都說 妳要不要鼓起來 我們看看 這樣比較可愛對不對 對 對 真的有比較好 對 徐醫生她 如果在妳眼中她應該優先做哪件 我覺得品種主要的問題是 太消瘦了 臉頰瘦 而且太陽穴這邊也瘦 所以呢 因為這邊瘦下來之後 她眼睛的眼皮就會掉下來 尤其外側就會掉下來 看起來就有一點 感覺很苦就對了 太瘦給人家感覺好像生活不太正常 然後 大家會覺得比較 好像不是太迷爛的感覺 沒有啊 你都幾點睡幾點起床 最晚 最晚12點 最晚喔 真的 對啊 你們選得出來嗎 對 真的有點難耶怎麼辦 等一下 你是不是有拜過陰廟 沒有 我為什麼突然變靈異結婚了 神經病 神經病 大餅要做抉擇囉 我覺得好難喔 大餅 從兩個裡面我們要送走一位 然後就三票 兩票 三票以兩票為勝 所以不用三位評審都同一個意見 對 你們就按照你們自己的感覺吧 沒想到一開始就遇上了難以抉擇的選擇 到底誰能勝出呢 哇 哇 一起喔 二 二 三 只有 拜拜 等一下 她姐還送 真的嗎 可是沒關係 因為她爸可能會幫她出錢啊 等一下 徐醫生跟你們選擇不同啊 對啊 所以徐醫生你為什麼選了 因為品農她希望我們幫她做眼睛手術 對 那其實 你覺得不是眼睛的問題 不是做眼睛手術 因為我覺得應該是做這個手術 那如果她要做臉頰這些會比較難嗎 不會 但是男的在她有沒有脂肪 因為必須要用她自己的 從哪裡的脂肪啊 通常我們抽肚子屁股或大腿的 那弄到臉應該不用很多吧 因為我們抽出來脂肪不是說所有都能用 而且抽出來打進去之後有一半左右會被吸收掉 所以我們要多打一點 所以你會不會你抽了屁股的脂肪 她一直以為自己還是屁股 然後就長得像屁股這樣 那也很可愛啊 好 那品農應該會有一陣子的戰鬥力吧 對… 加油喔 下一位出場喔 好 漂亮的 要整什麼 放下來了 臉子 今天不是選美耶 我要整那個嬰兒肥 我想把她臉的嬰兒肥去掉 妳哪裡有嬰兒肥 捐給品農 捐給品農就好 捐給品農 你今年幾歲 你今年幾歲 我今年22歲 好 我要考徐醫生 徐醫生 Christine整過沒 整過 哪裡 鼻子 下巴 天啊 天啊 眼睛又沒有很近看 看不出來 近 靜 靜 靠近 你完全在徐醫師面前是透明的 這之前是 OK 好 眼睛看起來好像是有經過縫合手術 那Christine 你自己 可以告訴我們 徐醫師都猜中了 真的喔 這三個地方我有做 那你就是一個整型大師 你還來幹什麼 你就繼續整就好了 對啊 你這三個地方是一次做的還是 五分次做的啊 一年做一個地方 這是很厲害的 原來這樣 原來這樣 差別發出了什麼聲音 這已經封過雙眼皮的 對 其實我覺得你本來 就已經很可愛了 對啊 可是本來型不同 不是艷麗型的 她現在是有點艷麗 對 現在艷麗型 放屁啊 現在好很多好不好 蛤 可是以前是寧家型的 現在就變得比較 所以Christine是想要走 妖女路線嗎 我覺得現在 因為下巴墊了嘛 所以下巴尖了之後 臉還是圓 就尖的然後圓上來 妳頭髮撩起來看看 這樣有很嬰兒肥嗎 我覺得那妳要求太多了 然後滿像的 妳看看 妳看看辛惠的臉 對 妳看看 妳要給妳看 我真的是 但是我這邊最自卑的地方 就是這裡 這有什麼好自卑的呢 但是妳看 妳很有肉 妳真的還很遠 對啊 妳很有肉 我跟妳講 像聖芬媽媽 我們都吃的名模子 聖芬媽媽 她就說從來沒有捏過一個 那個待人的臉 是像小Baby一樣的肉 而且 妳把頭髮再撩起來一次 就沒有脖子了妳看 就跟脖子接在一起 妳看 妳看 所以她是把妳家頭砍在一間 所以我應該站在這邊吧我想 其實 對 我覺得辛惠的臉 這嬰兒肥是 實際上是比Christine 能進行中的 對 那徐醫師一般來講 嬰兒肥 因為我以前也有嬰兒肥 我覺得我現在退了 是幾歲之後嬰兒肥 應該就是老了吧 我覺得 我覺得跟妳的生活型態啊 各方面跟體重的控制都有過 請問老就會消失嬰兒肥嗎 會 大部分都會 幾歲 沒有一定的年齡 每個人不一樣 那我會一輩子這樣啊 不會 妳可能到了四五十歲 就差不多會消 大概還有個二十年 那請問 像Christine這樣 已經整過了下巴鼻子眼睛 是不是不應該再整嗎 其實沒有 沒有關係嗎 我剛才提到一個 整形其實是自己 整體造型的一部分而已 只是看她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麼 可是徐醫師我朋友之前去 就是做那個抽臉的啊 她做完之後臉就變成這樣 一粒一粒 不平 很不平耶 那怎麼辦 有可能啊 那如果有這種情形 第一個她必須要休養 休養半年以上 如果有需要的話 我們再進去用更細的 再幫她輕輕的抽 這次主要的抽子 並不是要把脂肪抽出來 還是要讓她整個沾連的部分 能夠分離 是限於預算才沒有繼續做 要不然妳就一股腦繼續做她的學生 對 因為我現在還是學生啊 然後我只能靠那個工讀 可是妳現在變那麼妖艷 妳也可以去迷惑別人幫妳出錢 不要吧 她爸媽會更傷心啊 對啊 那我想要問妳整形之後 人緣有變好嗎 就是對妳生活來講的差別在哪 差別很多 因為讓自己比較有自信之外 人際關係比較好 之外呢 妳的工作選擇 也不用再做一些比較 出眾的工作 除了對啦 有出眾工作不用做之外 也是比較輕鬆的打工 例如說自從我整形完之後 我的工作從原本的那些餐飲業啊 然後變成那個主持活動 然後賣化妝品 然後在賣場帶活動 因為像像的關係 對啊就是比較好的工作 這樣算真的有幫助耶 對啊 爸爸現在有沒有比較同意了 他們久了之後 就沒辦法的接受了 然後爸爸也偷偷去弄 然後爸爸也偷偷去弄 那她連藍髮都不會弄 那請問妳都沒有不舒服嗎 都沒有啊 整之後都不會不舒服 鼻子墊完會不會痛啊 麻藥退了會痛了 大概半天就不會痛了 然後下巴呢 下巴是最不痛的一個 好所以 Christine就是她的願望 跟我們的觀感不一定一樣嘛 但是還是要交給我們的評審 然後反正妳今天如果不贏的話呢 妳還是會把錢存到 可以搞定就對了 對不對 不用了 很有戰鬥力 好 先回原位去 好 三位評審 我們要送走哪一位 請你們寫下 這位縫過雙眼皮 容比又墊下巴的整形美女 評審會完成她的願望嗎 好 請亮牌吧 好 拜拜囉 Christine 我一定很高興吧 大家會覺得她很漂亮 對啊 已經算漂亮了 那大餅如果是Christine跟白星惠的話 你會把票投給誰 白星惠 等一下 肯定劉昌都不好看 真的 這就是我的註冊商標啊 是妳自己剛剛說要整很奇怪 這叫我註冊商標嗎 所以你們都覺得Christine不用 就算她自己有錢了 她也不用再整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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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是要勸主她怕她上癮嗎 但是我們不用勸她 因為她還是會去整 對 你看徐醫師經驗老豆 然後她也不會不快樂對不對 對 她在整型當中她可以 她覺得生活就是有一個中期的目標 可是如果太過於瘋狂 這樣對身體也不好吧 你不斷的進去麻醉 然後又要去弄 然後到最後所有東西 都是裡頭有電啊什麼的 這樣子好嗎 所以就是說 如果太過於沉迷於整型手術的話 那當然要看她的運氣 如果她選擇了不好的整型醫生 或沒有良好的溝通的話 她總有摔跤的一天 當她摔跤那一天的時候 她就會非常非常的挫折 好 我們看看下一位囉 好 來歡迎 來 蔡先生你好 美容拜拜 什麼拜拜 她怎麼臉 我們今天是比臉頰凹嗎 而且她有偷打陰影吧 你是有偷打那個陰影 真的反而就是這樣 對 而且你叫蔡蓉祖啊 跟那個歌手蔡蓉祖是不同一個 請問你從事的是哪一方面 也是有歌手 歌手 真的 你幾公斤重現在 五十 一五十二 很瘦 所以你今天想整的就是臉頰嗎 對 你請問年齡方面透露一下嗎 三十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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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為什麼到現在才會想要整 有沒有早一點的時候想整 其實很早以前啦 那是最近我碰到很多事情 我特別想去整 為什麼 因為前幾天 我走在路上 不是走在路上 我朋友騎摩車載我 我戴安全帽 結果被警察 然後就 逃出槍 要受我的身 對 他覺得你是壞人啊 對 他覺得你是壞人啊 他覺得你是壞人啊 對 然後就開始收我的包包整個 翻了一大便 大概 半個多小時 然後圍觀了路人 好多好多 而且我還戴安全帽 半照的那個 沒有 因為戴了安全帽 把你的頭髮弄住之後 你的臉的形都更明顯了 我不知道 那你都嗑什麼藥 會 人家沒有啦 我從來不嗑藥 真的嗎 真的真的不嗑藥 那你是不是生活過得很糜爛 不會啊 正常作息 還可以 對 你純粹被你的那個雙頰給害了 是不是 因為包括我之前 因為我之前出過一張專輯 然後 拍MV的時候 對 喔 這個是你 是的 欸 這是他耶 大家趕快來看看喔 哪裡啊 哪個是他啊 這個啊 女的當然不是我啊 女的當然不是我嘛 怎麼可能是你啊 所以蔡先生那個 喔 不是你啊 這時候臉頰還沒有很消瘦耶 因為那是化妝嘛 化妝打光 所以感覺並不是那麼的瘦 對 所以 蔡先生這是大概多久前 六年前 六年前 對 那你怎麼會變這樣 我其實本人 本來那時候就這麼瘦 本人 對 因為你看他其實他們這邊的黑眼圈 跟眼睛 以為是基督在那邊吵氣嗎 你現在你有做鼻子嗎 沒有 沒有啊 我從來沒有動過 你的臉都沒有動過 對 品柔你往前跨一步 看一下他臉頰 好 好 好 回去 這比你凹吧 OK 那但是蔡先生 你現在鼓勾都還算順利嗎 並不是太順利 就是因為可能這個 這個的關係 有時候 現在有時候演出 本來要上台的 可能臨時就幫你 你不要上好了 真的 但可不可以先唱一首歌 你想看歌聲怎麼樣 對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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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年來都沒唱 不敢唱 那你現在一般去演唱 他都唱些什麼歌 啊 口語歌 哦 所以 如果你之前就有錢的話 就會去做了嗎 對 就會去做了 許醫生他這個是臉頰對不對 對啊 可是如果說榕主要做手術的話 其實在實際上執行上有困難 為什麼 因為他太瘦了 他已經找不到什麼脂肪 有屁股啊 屁股的話你先捏一捏 沒有多少 那只有肌肉 以他這麼瘦的人 男生的話他皮下脂肪非常薄 真的非常薄 那我們可不可以捐脂肪給他 不行 只能用自己的 那他要先吃胖嗎 嗯 通常吃胖當然是最好啦 但是也不一定會胖回臉頰來 在一般胖我都是 都胖肚子 胖肚子有沒有用 有用啊 只要胖肚子就得抽 胖肚子之後再用肚子的來抽 對 現在可以挺點 那他這個大概一般人做的話 會很難做嗎 這種 會通常醫生大概會拒絕 他絕對沒辦法達到他想要的效果 為什麼 因為 例如說 我們植物的脂肪到臉頰的話 其實以融族這麼瘦 大部分都會被吸收掉 對 就存活機會也不高 植物的還會被吸收掉啊 對 他比品溶嚴重很多耶 對 對 所以等於這個就是真的嚴重到 嚴重到 嚴重到覺得說 我們也使不上力的感覺 明顯我們要送走哪一位 你們要做一個決定喔 真的 這兩位急需瘋獎的參賽者 究竟誰能夠改頭換面 進行整形手術呢 我本來是要送走他 但是後來我覺得他其實 還滿迫切需要的 所以大餅要送走三 可是另外兩位都投給五了 為什麼呢欣慧 因為其實我覺得如果三號弄的話 他的整個感覺是真的會讓人家覺得有精神的 可是如果五號弄的話 我覺得他還是讓人家感覺是那個感覺 所以大餅剛剛投給那個是因為妮莎 我覺得他很迫切需要 因為他做表演工作人 你知道一旦你自己身上有哪個地方不太滿意 你真的會一直跟跟約 何況他有那麼多地方都不對勁 然後我覺得他這裡只要 他的確只要鼓起來 就也許會好一點 OK 而且他其實又發過唱片 所以他在表演工作上的成就 目前看起來是比 已經有成績了 對比三號稍微好一點 所以他比較迫切需要 因為後面還有兩個要出場 所以你也不曉得後面的狀況怎麼樣 對 好來我們來看下一位 張靜怡小姐 妳好 妳好 妳希望做哪個地方 眼睛 眼睛 因為我覺得眼睛很腫 對 妳可以抽脂對不對 妳可以抽脂對不對 對 可是之前有看過一個醫生 他說我沒辦法做 為什麼 我當場就掉淚 為什麼 他說其實我不是脂肪多 是皮比較厚 真的嗎 對 妳要不要出來讓那個 許醫師幫妳診斷一下 來在這邊 這個眼睛那種開絕過 其實可以的 可以嗎 可以 我當場就哭了 阿雅妳又不懂妳在捏什麼捏 其實阿雅很聰明她學得懂 真的嗎 所以許醫生妳剛剛 那個醫生為什麼 妳不願意幫她弄 我想可能是溝通的問題 也許那個醫生她要表達一些意見 例如說有時候 消費者或病患跟醫生討論的時候 她覺得妳的想法 我跟妳溝通 好像中間不是很平順的話 也許我會找一個原因 跟妳解釋說這個不能做效果不好 那其實皮膚沒有再怎麼樣厚 都是可以做雙眼皮的 那個學醫師妳可以幫忙這樣拉 可以看她做起來 讓我們看她做起來會怎麼樣 如果有一個比較尖的東西 其實應該是有一個像原子筆 筆的畫一下 它這整個都會上去 就整個都會上去才對 整個都會上去 它上面就會比較拋的地方就會改 那你覺得她做的時候 可以順便割雙眼皮嗎 其實所謂的抽紙 就是割雙眼皮裡面的一部分 雙眼皮部分包含第一個 我們把這個切開來之後 我們要的寬度 第二個把裡面的脂肪抽掉 第三個把雙眼皮縫出來 很多人以為雙眼皮就是 我割一到縫起來就是雙眼皮 不是 是要把裡面的有一個叫 提上眼瞼肌的肌肉 縫在這個眼皮下方 雙眼皮才會出來 第三個呢 把外面稍微皮修掉一點點 讓外側能夠高一些起來 這樣就好看了 是不是好想要 聽了 我跟妳講喔 張大姐 我們評寫當中有一個 白心會是很昏庸的 就是妳一落淚 她就會 我沒有 真的喔 我沒有 我沒有說不行做 所以我不會落淚 可是那一天當 聽到我當場就 就哭 妳有因為這個眼睛 遭過什麼挫折嗎 其實大家不會在我面前講 OK 可是像我媽媽 她果忠就說 欸 妳要不要去整形啊 然後我就覺得 媽媽都會這樣跟妳講 對 很含蓄的講 然後我聽 也是親生母親嗎 對 是親人 不是親爸 是親母 OK 對 她就說 妳要不要去整形了 然後像我朋友聽到說 欸 妳有固定男朋友啊 那妳是不是 應該去整個型啦 準備結婚 然後我就覺得說 為什麼我一定要整形 妳有固定男友 也不是以前不固定啊 對 就是一個交往很久的男朋友 那 現在還有嗎 有啊 那她對妳的眼睛沒有意見 她會說 不會啊 種種的很可愛 欸 她 她沒有意見啊 不是很好啊 不是 可是我覺得 妳自己想要變漂亮 對 因為我看那化妝節目啊 嗯 然後 每個女生搭地什麼 可是我怎麼打就是種的 嗯 其實妳很像麵包超人 真的耶 哎呀 真的可愛 妳是人家的生母嗎 妳講這話 有什麼立場 我還要去上班了 很可愛啊 妳現在的工作是 我是安親班的老師 喔 那小朋友一定很喜歡妳 又來講麵包超人這件事嗎 不會啊 小朋友會說 嗯 范老師很漂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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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老師很好啊 啊 對 小朋友這麼懂事 欸 那妳會不會想要順便做 做那個臉的抽脂 其實我臉也很棒 可是我第一個 我最想要是做眼睛 眼睛 眼睛的優先 因為我覺得很沒有精神 OK 那妳臉會想要做嗎 嗯 當然都想啊 只是 我不貪心啊 我覺得眼睛行 到底是急需瘋獎的品融 還是眼皮單得不得了的張靜怡 會獲得評審的同情呢 因為我後來仔細畫了一下 我發現她做得應該會很好 就是紅豆麵包超人戴假髮 已經變大眼睛真的變很好了 對耶 真的 妳看 妳用圖解讓我們一目了然啊大餅 大餅妳是誠心的嗎 誠心啊 因為 妳畫的那個大眼睛的紅豆麵包超人 這個是紅豆麵包超人啊 然後眼睛變大妳看 起碼變得比較艷麗一點吧 我覺得妳好玩 因為張老師可能不想做 就會啊 兩個差很多啊 所以妳要讓 有神多了這個好可愛 就是before after 所以妳覺得 妳覺得張老師比平榮需要 對 所以平榮說真的是型男 型男嘛 對不對 那幸會呢也是 來 許醫生 拜拜 拜拜 你們應該還滿樂吧 對啊 現在才是型男的 對啊 欸 張老師 妳其實媽媽會贊助妳吧 我媽媽國中就開始講了 對啊 那其實妳不需要 我們節目贊助啊 可是現在自己出去工作 她就說妳現在要自己出 那我就很後悔說我國中為什麼沒有做 對 好 我們看看最後一位吧 陳明 不是 隨明忠先生 嗯 欸 妳還在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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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酷是朱孝天的型男 究竟想做什麼手術 如此不滿足的人 又會遭受評審什麼樣的攻擊呢 Check it out 陳明 不是 隨 隨明忠先生 人家 想得很好啊 真的是 你在幹嘛 指明忠先生 你要動什麼 嘴巴 怎麼了 他們會笑我 臘腸嘴或是香腸嘴 但重點不是說 外在的名詞給我心理的困擾 是因為小時候爸爸在打麻將 是 然後就船到我 然後就使得我牙齒 上耳跟蝦兒就外抱 加上嘴巴又比較厚 哪裡有外抱啊 你放輕鬆看起來 看側面好了 他笑起來像 你這樣很可愛啊 有什麼問題 所以就是 那些名字會想到我家庭的陰影 所以這是我很想 等一下 想要叫我家庭陰影來拉掉嗎 我們下次有自然說 誰最需要心理醫師的你再來 你最需要心理補充 這個人需要來這裡 我以為他是想要 把他穿好的洞全部都補起來 如果這樣的話 我可能會覺得很妝 隨便宗 你有被人家批評過不帥嗎 有啊 真的 但是你又沒有被人家稱讚過帥 說實在話 稱讚 批評比較多 怎麼可能 太怪 小來未來 你一聽水汪汪的皮膚又這麼猛 牙齒那麼白 然後眉毛又有這麼俊 雙眼皮又這麼的深厚 還故意挖那麼多洞 你耳朵穿了幾個洞 兩個 然後下巴一個 下巴一個 還有呢 就沒了 就這樣 徐醫生 他的上齒蓋過下齒 這個事情是一個問題嗎 這個應該不是 我剛剛看他咬合 他咬合其實是很好的 咬合沒有問題 對啊 所以我們看嘴唇 第一個要考慮到咬合 因為兩個牙齒是不是對得齊 對得齊就可以了 因為他表情比較豐富 所以他這邊 嘴巴周圍有一圈的 要做口輪雜雞 這個肌肉很活躍 所以他笑起來就會覺得很大 好像跑出來一樣 其實OK啦 純粹是跟他表情有關 你是不是覺得他的嘴唇 是沒有需要再做任何改變的 對 在醫學的看法裡 我覺得是 而且是誰叫你一隻 用眼睛放電的 是誰 對啊 沒有嗎 沒有 醫生很大 醫生 我想請問一下 你剛剛說他笑起來 看起來嘴巴大 是因為他口輪雜雞活躍 對對對 那我的口輪雜雞 為什麼會發狂 你告訴我 大餅的口輪雜雞 是非常鬆弛 所以它可以張得非常大 真的 太鬆弛了 你的口輪雜雞太隨便了 今天應該是我們兩個 都過去那邊的 對啊 而且我覺得民眾 你跟你自己嘴巴用力有關 你現在上唇可不可以放輕鬆 因為 你一直在這樣 就這樣 其實不想讓人家看到 你放輕鬆好不好 放輕鬆看一下 放鬆 自然就這樣 就是自然 放鬆 還不夠自然 很OK啊 很OK 那邊就不需要 真是的 我覺得是你自己太在意 然後自己把自己弄得不自然 這樣還嫌不夠帥 很多人就會 我覺得你其實狗仔想要混 你去診所拍一些什麼有的沒的吧 沒有啦 好啦 那你真的很帥囉 所以大家就是要放誰同學走了嗎 對 好 誰同學連直下來囉 拜拜 她應該蠻樂的吧 被猛撐在你身上 對啦 哇 恭喜 張老師 來 請出來 張老師 來 請出來 好 白星會評審 來 請把代表 許醫生一次服務的這個 現在在做 我們自己 沒有什麼會好想看 頒獎幫我集合 燈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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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像我剛才那樣太慢 你不會一拳就回過來嗎 其實不是 因為以前是 你隨時一個什麼動作一個眼神 你的小鬼一定會隨時看著你 他有 早就知道你要做什麼 有沒有那種太想巴結你 然後就這樣從遠方跑過來 然後就 跌倒 然後就這樣 閃到你不外 哈哈哈哈 然後就這樣 我的流海 我的流海 哈哈哈哈 沒有了 不能啦 流海 你死定了 我跟你講 你絕對被砍出來